你以前就是 就是体重比较重之后 常被人家讲胖或什么之类的吗 有我以前同事都直接叫我大口的 你现在受了有比较受欢迎一点吗 现在结婚了 讲这个有点不好意思 那秋达比较远吗 打击的时候 变瘦了之后 其实跟胖的时候 我都觉得差不多远 其实都算打不远 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欢迎收听第70集的日工配信 又到了一个整数 70 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 刚刚那个开头 不是我们对于申请没有任何的意见 只是单纯想要呼应一下最近的新闻而已 对 Big Boss突然讲轻功 等一下节目里面一定会 要聊一下这一段 真的是 他这一个礼拜 我其实很怕以后我们都讲三个小时 怎么办 不会 自由方法 我们也是要筛选 上一集自由题要筛选 我如果这不赛选就变专辑了 变Big Boss专辑 那可能会持续一年 会喔 不只喔 只要他 他在那个火腿当监督的一天 甚至如果哪一天他不当了刚离开那段期间 一定还有那个渔波 你知道 我觉得一定是的 大家要开始接受 我觉得因为我真的觉得跟15年前他是选手 或比如说再多一点18年前从美国回来 因为这个怎么讲 网路的那个生态 或是大家使用网路的那个习惯完全不同 以前他在怎么那个 以前他在怎么想要秀或怎么样的时候 第一个你也要有那个chance 要透过电视台或是有舞台 对 你还是得有一点点要稍微 比如特别跟他约一个什么时间 或是他有一个什么记者会 或是比如他刚好那天是Hero Interview 要上去被访问 大概要在这种情况 他才有机会说话 可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他IGPO一下 大家就爆 特别特PO一下 他一天五小时都可以说 对啊 所以我这一次他当监督真的不一样了 因为真的时代不同了 所以我会觉得有点 虽然不会到send了 不会到腻了 可是会觉得 哇又是他 哇继续有 哇还有梗 哇还有梗 什么都可以聊 每天都有花 而且用不 对 散就像他在记者会讲 现在这个SMS的时代 要怎么样善用 虽然他在记者会里面是提说 看能不能在比赛中 我来个IG直播什么 可是我觉得那个只是他 他但或许真的这样想过 只是他在利用SNS在别的地方上 我看过去这个一个多礼拜 已经差不多 我觉得用到一个极致的感觉 他还可以在上面 我觉得他很会 他还可以在上面指导选手 他已经抓到IG 就是那些SNS的那种特点吧 我觉得他已经抓到那种感觉 对啊 因为好几个没有去秋训的 留在那个二军那边自主训练的 清水又新啊 伊藤大海啊 他们也可以这样直接 在网络上透过这样 然后他们讲一些话 监督回答 居然还有这招啊 这样就多少就已经 虽然还没正式见到面 但是已经开始有一些交流了 对啊 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情况 这个虽然要50岁了 可是他那些作为 还有可能思维 其实都还走得蛮前面的 这个礼拜的节目 一样一周新闻 第一个是本来上礼拜要讲的 可是上礼拜真的太长了 已经到13小时了 决定好不好 我讲出来瞬间被卡掉 对 把他被逼 没有啦 也没有逼应该有留 都留下来 让大家知道杜鞭亮的事情 杜鞭亮在秋训的时候 日本媒体报导 他要挑战三壘手的手臂 主要是在那个SITOLOG 手臂练习的时候 他有去站在三壘 来做这些手臂的动作 接球传一壘 传二壘传一壘 什么的这些东西 他被访问的时候 主要是说 他手二壘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有坏习惯 他觉得心里面 就是很不自觉的会觉得 因为反正手二壘 就算接要求传一壘 距离不是很远 短短的 有时间 比较充裕的时间 对 反而养成坏习惯就是 他会习惯在那边 等这个滚地球来 在那边接 他比较不会向前 主动去处理 就习惯在那边等球 接到了传一壘 反而距离近 来得及 所以相对的就是 脚的使用上 就有一点比较被动 或者是 就比较不会那么习惯 要去跟着球 反正我只要打出来 我再来那个就好了 其实有时候 手臂的人其实 在球还没被打到之前 你的那个脚的准备动作 其实有时候就要开始做了 他变成养成的那个习惯 反正没打出来 我再判断再移动 这样就好了 他觉得想要改善这一方面 所以比如他就在 手臂练习的时候 去三壘试试看 另外他也有计划 在秋训的时候 也要想去游击那边试看看 那总之就是希望 如果三壘游击这边 练的感觉也不错 那或许对未来自己出场的机会 也会增加 也有这种想法 但主要他当然知道还是二壘 只是如果我也可以所有三壘 也可以所有游击 有点让比如以后的监督教练团 在使用我上面可以更广 你可以变有点像快要 也期许自己变工具人 那种感觉 这个日本媒体大概是这样写 我是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 就是其实我记得他的臂力 好像传球的那个 我觉得可能传球的那个臂力 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 是传球臂力不够的感觉 但也许就像他说的就是 因为他会去等球 所以不是他传球臂力 不能占二壘或游击 或三壘的问题 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最后传出去那个动作 我就是接完我们要怎么讲 接起来 收手道 收起来要传球那个动作 因为他等球随便慢了 我觉得应该 你想提的是 因为等球接到球之后 你才开始要做传球 比如说脚要开始带动那个手 带动腰带动手传出去 一来就慢了 所以你比较没有用到那个力 比较没有用到比如电步或什么的 就比较没有 就几乎就是靠上半身的力气传出去 不会这个我一直在想 我居然有怎么讲 有料到这个东西一定会提 就算你没提我自己也会提 好应该这样讲 大家要记得 先讲好了 反正现在讲杜鞭亮就先讲好了 大家知道第一天 Big Boss去看邱迅 他就弄了一台车进来 有没有 弄了一台面包车进来 大家都在讲 对 他不就爬上的上面 后来一开始是先拿教练棒 后来他请那个谁 大壘进 以前也是选手的 大壘进 那是大壘进 后来开始真的run的时候 大壘进 他就叫大壘进 因为现在变职员 球团职员 他叫他站上去 后来拿了一根 反正就是套在三角椎上的那一根 就是静止进入的杆子 应该比教练棒的轻 那个应该都空心的 我记得 因为拿不太累 拿那个棒子一直站着 那其实很累 他就叫大家每一个 内的时候外的时候都有丢 就是助跑之后把球丢出去 然后他远远的那一边 我记得是请泛山站在那里 就是大概泛山站那个位置是基本 你大概要有办法丢过泛山的头 可是高度不能太高 对高度就是 你不能超过那个 对他那个根杆子的高度 他站到面包车上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我们看到的新闻画面 几乎都是万坡跑第一个 丢第一个 哇 我一轻轻松松就飞过 翻山头上 对 就看到ASSBOSS拍手拍摆摆 后面也有好几个 比如野春游戏Ryoutube 就这个飞到 那个往右边偏过去之类的 然后后来我有一家有照到 渡边亮 对 它们都是助跑对不对 因为比如说线是那里对不对 然后比如往那个线跑 大概跑个几步 然后就垫步甩出去 渡边亮一甩 球还没有到泛山前面就落地了 这很明显 他背力真的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他需要练 需要去学那个方法 这个我觉得有点怎么讲 不是那么好 好那个 这已经 我觉得已经是 你要再加强有点难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他那个习惯已经是这样的 你要有一个很 完全全不一样的改变 我觉得不容易 那你又要拉回到 刚刚这个主题 挑战三壘 或甚至挑战游击 我自己觉得有难度 不容易啊 我觉得如果这样讲的话 对 不如好好的把二壘收好 但是你要改进的是 改掉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的那个坏习惯 你不要等球 对 我觉得 不如专心在这 手三壘或是游击 不如说 他想要透过练这些位置 去改变这个坏习惯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就 比较可行 改三壘改游击 有点难 因为那个背离就是摆在那里 他 你想想游击那更累啊 如果你看三壘间滚绿球 他反手接到 一定传不到一壘 一定只能传完漫斗 那三壘 如果是 也是三壘间 他是动人往一壘间 一壘走 然后接到传一壘 这或许顺 但是如果是 巧波兵那种反手的 然后他传到一壘 我看也是 应该传不太到 球也不会抢 一定球也不会抢 抢得到会也传得到 但是就得 拉高 跑步鞋 对 如果要像Big Boss讲的 这样平平的过去 我看是 难啊 一定是要落底的 那 你在职业球队 就不是没人才 又不是像打我们这种 草野球 好吧 可以守 就让你守 那因为现在人那么多 现在五壘可以守 二壘还不守 对啊 现在人那么多 三壘的人一大堆 有几 有几少一点 没有 是新来两个社会人的 还有两个要过来 对啊 所以 我觉得是 真的没有到很 必要要让他去 多练习三壘 或多练习 他在你自己心里是这样想 嗯 但是 要再看 要再看 我个人是没有那么 看好 就好了 把二壘收好就好了 二壘自己 就已经一堆人要来 挑战位置了 对吗 好 再来下一个 来聊一下 这个新人选手 就是选秀会选到的 这些选手们 明年要来打球的 他们最新的签约状况 现在的进度 已经到了开始 谈这个合约 第一个 达笑泰 他是打打 他是最早签的 一般大概 一般大概也是会这样 除非时间真的兜不起来 不然一般应该 大部分都第一子民先去 开始谈 除非有那个时间刚好打不上 那没办法 达笑泰 就是说第一子民先公布 先公布 可能谈的时间差不多 但公布的顺序 可一般 如果印象里一般新闻都是 几乎当天就这样了 因为他们都会去 对方的那边去谈 比如去学校 大部分都去学校 谈了他们就顺便合照 当天新闻就出来了 应该比较不会说 凡我已经签好了 照片也照了 要隔个两三天再说 好像比较不会 几乎都隔张 当天就会讲了 只是有时候可能 你可能隔一天早上 才会有更多家讲 对啊 当天或许 可能就少数几家会先讲这样 好 回来 达笑泰 签约金 没有意外 第一子民的行情 以亿日币 然后年薪1000万日币 1000万日币没有到顶 我记得顶是1500万日币 然后我查了一下 吉田辉星当年一模一样 1亿签约金 然后1000万年薪 最近有高中生 高中生大概是这种行情 都是这个数字 我记得 高中生到顶的 就是我刚讲的 签约金1亿 年薪1500万的 最近日本火腿的 日本火腿 那个清宫新太郎 他是1500 其实也没几年前吗 没有几年前 因为我是印象里 酷瑞会 酷瑞会我刚忘了啥 酷瑞会 我好像连签约金 1亿都不到 酷瑞会那时候 有给他比较少一点 达达是跟 吉田辉星一样 1亿日币 签约金 1000万年薪 被访问的时候 主要有记者都会问他 因为心窗就讲了 看木头手 说不定也是 会是第一子民的孩子 记者这样问他 他当然就回答说 如果最后愿意让我投的话 我当然想要投看看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现在应该要先做的是 把身体练起来 他头脑还蛮清楚的 这Big Boss的给媒体的话 不用太 这么讲 看得那么认真 我觉得有时候 新装讲的话 真的大家就 你要笑一笑 我觉得也OK 或者是你就 当作看过 他只是要说 谁都有机会 包括今年 明年要进来的新人 因为你说 大家都有机会 可是明年新人没机会 这样其实也不算 大家有机会 对啦 我觉得 笑一笑 或是觉得 就这样看过就好了 不用太那个 甚至 我印象你也没有 日本媒体会把这一句 拿来当标题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不是重点 他讲的重点是好小 那天好像更大的标题 是IG直播 大家去讲别的 因为我觉得 日本媒体比较知道 他这个人 讲的话里面 他的点是什么 那你要翻译 翻译成中文 或者是台媒 自然就会去找那个 看起来最劲爆的那一句 来当标题 对啊 那这媒体生态不同 也有关系啦 所以没有办法 好吧 再来 第二执名也谈好了 有缘之辉 他是 签约金 6000万日币 年薪600万 这样 那他怎么讲 强达者 高效通算70发 可是其实他那时候 也会当投手 在高效的时候 最快也有148公里 但他自己知道 他到了职业 他就是专心 就是要朝这个三雷手挑战 他的目标是希望 可以跟巨人的 钢本合征一样 因为他觉得自己 跟他那个型还蛮像的 这样 有大者 有点power 这样 但我希望他不要 这样讲是不是有点 不要他怎样 我觉得他可以变成 我不是说钢本合征不好 我先讲 有看巨人的朋友 我不是说钢本合征 我再讲一次 对 但我觉得他可以变别的 别的类型的三雷手 就这样 对 他体型 目前他可能自己觉得体型 身高体型 类似 对啦 另外一样都会被问到跟新装钢制监督有关的 也是新装在那个 明显也是记者会里面讲的 意思是说他 没有 他很后来讲 这个句话很后来讲的 他意思是说明年包括菜鸟选手在内 他计划 每一个选手都至少会有一次的机会 让他到一军甚至出场比赛 他就是公开这样子讲 那有缘指挥被问到 监督这样子说 你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之前有缘指挥 我记得他被访问的时候有说 他希望可以在招谎巨蛋打一支拳内打 对 然后搬到新装钢制监督 可以打第一支拳内打 机会来了 监督有公开说 菜鸟也有机会 上一次一军在球场上出赛 机会来了 但他也知道说 因为投手的那个 水准完全不同 跟他高中的时候 这些投手的水准完全不同 但是他要抱着一个心情 就是第一球来 他就是要全力挥击 好好的全力挥第一球 强力的挥第一球 看看有没有机会 实现自己的心理的小小的梦想 另外还有守备 他觉得守备 他觉得当然新装钢制以前 选手时期 守备就很好 他也想要 关于守备这方面 他也想要讨教一下 请问一下 监督对怎么样来加强自己的手背 大概做什么 当然打击也想要问 这是他的回答 回答日本媒体 再来第四指名的板口乐也谈完了 第四指名 钱约金3500万 年薪520万日币 大概那个行情就是 你随着顺位越来越下面 大概就这样递减 对递减 前面有过去的集书有提到 到了职业他也是想要 用三类手跟大家胜负来挑战三类手 另外日本媒体还有提到一小段就是 他用的木棒 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练习的时候都会用木棒去练习打击 他也跟 因为现在已经确定要打直棒了 他也跟木棒的供应商定做了 而且他定做的这个型 是村上中容的型 木棒的那个型 然后比如说棒头 握棒的粗细 那个样子 后面尾端的那个形状是什么 他就是用跟村上中容一模一样的型 因为他觉得这个型 他用过了之后 感觉很好揮 揮起来很顺 平衡感比较好是不是 嗯平衡感不错 对就是揮起来很顺 那他觉得OK 我就决定要用定做这个 跟村上中容一样的型 到时候来 这个进入职棒之后 来使用 这个也是应该讲 我觉得就是 平常这些小朋友就会去看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了 对 那加上他如果有资源 他可以去知道很多很多选手 习惯用的木棒的型是什么 或是你说有厂商愿意 让他去试试看 因为他一定不可能 只拿过村上中容 然后就觉得好 我也好我就要用大 应该不可能 应该也碰过好几种 去试过拿过好几种 因为他才决定我要用这一种 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 好吧 这个我觉得也是期待的一个新人 尤其在第四指名 还有版口乐可以选 这个期待度 我自己觉得很高 我自己很高 对啊 会这个起来了就赚到了 第四指名 这两个都有机会起来了 好多三雷手 然后那个邱讯的 现在那个才刚穿歪 机会多得很 对啊 还有詹姆斯在 对不对 好再来第六指名的长谷川威展 也谈完了 他是签约金2500万 然后年薪700万 那一般都会这样 一般大学或社会人 这个年薪上面 他们会稍微多给一点点 给的比高中生多一点点 签约金就这样 签约金都差不多 就是照我们刚才 有点慢慢递减的感觉 可是社会人 社会人的第一年的年薪 应该普遍来讲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再来大学生 高中生就给少一点 不过因为这样 所以对社会人的 怎么讲要求 我觉得会高一点点 他们会希望你 其实第一年是有机会 可以再依据一段时间的 还有他们可能也考虑 我觉得也有那种 因为你毕竟 高中毕业之后比较久了 就是你基本上应该 要的一些开销会比较多了 甚至有的已经成家立业了 成家了 不能讲立业 成家了 社会人 大学应该还好 我觉得他们会考量这个 就是你才高中毕业 你基本上 会用到的钱也不会那么多 对 那OK 你的年性大概在这个范围就好了 高中生毕竟你又去大学读了4年 你跟社会又比较稍微多一点 这个历练过了 OK 我再给你多一点点 搞不好有些人是有那个奖学金 是要缴回去那种奖助学金 是有可能有的 就一般会花到的钱 感觉又比高中刚毕业再多一点 所以你年性也会稍微再多一点 社会人大概就像我刚讲的感觉 比你社会人基本上就是 几乎都是边工作边打球 要上班的人 那我大概给年薪 就比大学生再多一点 大概都是这种感觉 700万 再来今天录音的这一天 第五指名的这个 叛流亨成也谈好了 他是签约金3000万 年薪520万 520跟板口类一样 所以叛流其实比 长谷川晚千何 晚一天 长谷川是11月13号前的 那这可能跟 怎么讲 那个球探的schedule有关系吧 对啦 因为一个在明古屋 长谷川应该是在关西那边 金哲学院大学的吗 金哲学院到底是关西的还是 关西还是哪里 还是石川县的 我记得他是好像在京都那边 石川县喔 石川县 对吧 离北海道近一点 石川县也有一段 石川县的话也 东北都过了吧 都超过东北 从北海道去的话 算在北路啦 对啦 北路那边 但还是比明古屋近 对啦 比明古屋又更远 对 好那 盼柳亨成被访问的时候 他说 但他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都还不太知道啦 所以希望接下来 到了球队之后 可以 多向人家 讨教 多发问 当然包括新监督在内 另外就是 因为从新庄监督就任的记者会之后 对不对 这些好多说的话 什么什么的 判流其实都透过YouTube 还有看新闻 他都看过了 那另外就是因为 这个14号这一天 这个Big Boss又在他的IG 有po了 就说如果对你自己打扮 比较不注重的选手 你可能就通通流去二军这样 好啦 这个判流看到了这个话 他就说 他觉得 老大讲这句话的意思 应该是 每个选手都要去做到 要给人家的第一印象要好一点 那当然因为他自己才高中毕业 他对这方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研究 因为才高中生 所以他也希望到时候可以直接跟老大来请教 没关系他得先把他的头发 留过一个尴尬的长度才行 对现在还是那个 因为他们都从平头开始留长 对 一定会有尴尬期 那个两侧冲起来那种 不会啦 我觉得只要你有想到那个 我觉得新闯一定全力教你 他甚至可能还会直接送你什么东西 送你那些潮牌的衣服啊什么的 后面要很多 会会会 后面要聊得聊到不少Be Boss的东西 好 再来下一个啦 下一个话题 上礼拜宣布第10月跟11月合起来的月MVP 然后太平洋联盟的打者的话 是近藤建介得奖 10月11月 初智受杀 对 十棒生涯第一次得单月的MVP 我还认真去查一下 真的是单月第一次 第一次对啊第一次 所以我非常有确定 因为确定以前真的都没有拿过 他在这两个月份初晒23场 打击率3×51 两支全雷达10分打点 上雷率也有到4×22 23场比赛里面打了27支安打 9支二雷安打 然后44个雷达数 都是在太平洋联盟第一的成绩 所以说不给他好像也没得给别人 就最好啊 这么多数字都是在太平洋里面最高的 就这两个月嘛 10月11月 刚刚讲到第一次受赏 第一次得奖 职棒第10年 职棒达到第10年 其实我回去查一下 他那几年打击率很高 我想说真的第一次 我来去查一下真的是第一次 因为他那时候就只有打击率高啊 嗯 对啊你其他都会遇到别的那种 那些那些 吉田正上流田优奇什么的那种 他比较不容易就 他比较没有长打啊 以前 对啊现在比较有 现在稍微有点 刚刚刚这次这个10月11月有打了两支啊 打了两支就至少还有一点点 冒出来的感觉 主要是还有9支二雷达 9支二雷达对 对长打率也稍微有拉高一点点 雷达数也相对有比较多一点 因为刚好也都排在联盟第一嘛 对大概这样看的感觉 而且比较显眼吧 那一阵子10月11月 主要讲差不多10月啦 10月对不对 那时候就觉得他一上来就是 哇 碰 因为那阵子他都感觉 有时候都会想要猫大支 想要赶快拼那个第10支出来 后来不小心又多加一个第11支 我记得是 那时候是那种感觉 好 再来下一个话题 新手爸爸又多了一个 中岛佐野 上个礼拜 这个11月9号啦 9号的时候宣布的 太太生了第一个小孩 结果不是女生了 上一集有介绍 哇 怎么大家都生女生 没有 中岛佐野的太太帮他生了一个男生 只是哪一天生的 没有正式公开啦 只是跟大家讲这个喜讯是11月9号讲的 嗯 那主要就是透过球团中岛佐野说 也感谢老婆嘛 在这个疫情的时期嘛 很艰辛的时期帮他生了一个小宝宝对不对 因为这时期不管是胎痕病或是什么 其实去医院满满烦的说实话 一定比较麻烦 检查也是 比较小心 对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对啊 为了小孩啊 对 接下来一定要更努力 更加油 那也希望对球队 明年有一些胜利上面有一些贡献 打开就是这基本啊 基本的话 基本的官方说法 好 恭喜他啦 又多了一个新手爸爸 这样一路看着这些选手 高中毕业 大部分都高中毕业来了 对 然后结婚 然后现在一个一个都当爸爸 我感觉很微妙 以前看 以前看过去好像比较少去注意这个 可是现在觉得这一批 这一批尤其这一批 对啊 他这样一路看着他从小猫头这样 那时候栗珊在带他们的时候 好像 好像什么 栗珊爸爸有没有 那种感觉 在教这些20出头岁的有没有 后来这些20出头岁的 现在也差不多30或2829 那种感觉了 欸 一个一个都开始当爸爸 验哲在讲 栗珊可以当他们儿子的爷爷 要到爷爷了 哎呦 这怎么老 因为栗珊爸爸带他们 哦 他们生小孩 对 他不就叫爷爷 对哦 这样这样 好啦 也是啦 栗珊也60岁了 对啊 好啦 当爷爷也够了 可以了 年轻的爷爷 够当爷爷的岁数了 年轻的爷爷 好 再来下一个 哎 这个洋将 比罗 布莱恩 罗德里格斯 确定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你先讲完好了 确定明年留下来 好 先讲完 不然等一下在明年 如果是别的 那不好意思 好 先跟大家讲 确定了 明年又留下来了 继续来 这个日本温柔队打球 好 好想要跟他讲什么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说 平原先生把 好像那时候有先传出来 他可能会留吧 就是球团希望跟他继续签啊 对啊 可是那时候其实比罗是完全没消灭气的 就是没有什么新闻去讲比罗的事 可是正常来讲 不可能把比罗丢掉 对 只是那时候没有讲比罗 是媒体有 的确报出来说 他们想要跟巴黑根 续签啊 对 我觉得这 怎么讲 因为比罗毕竟是有点类似像 自己去用 怎么讲 自己去找来 然后慢慢的调教 然后慢慢的 有一个行出来 对对对 一个定位 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子的 像这样正常来讲 只要球团愿意继续签 他也不太有理由说 没有 我有别的意愿了 一般来讲也没 比较不会这样啦 对 你除非他人 是不是私底下已经有 比如大联盟那边的球队在跟他接触 那当然就另当别论 可是 因为他的成绩也没有到 我觉得到让大联盟有那种 想要的感觉 对啦 但是在日本职棒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算够用了 大概那种程度而已啦 所以你说会被拦走 今年第三年对吧 第三年过去 今年第四了 今年第四年 181920 队友 第四年 今年第四年了 很快 其实不太可能放他走 就是他大概也不会走啦 除非只有你 日本火腿自己不要他了啦 他当然就得自己再去找下一份工作 可是如果日本火腿要 他基本上一定是继续来 那日本火腿也没有什么感觉会不要 你也不要你就要去找新的 你新的来有他 就是 大概现在这种水准吗 你要先打问号 不一定啦 对啊毕竟这个选手就是像我前面讲的 他是自己 选来之后自己开始慢慢调教 对不对 从他一来 好像我记得签字都不太会嘛 慢慢教慢慢在乐局慢慢教 然后球数好像也有慢慢变快 150多一些了 然后开始 一来定位也还不明确嘛 一开始有让他先发 后来也让他去中继后员都去试过 终于在今年有比较 中继找到位置 对对对 在甚至是当那个嘛 set up man那种感觉 所以正常人应该会继续啦 会继续 那重点是加薪 而且加很多 加了5500万日币 快乘以二 哦快了对快乘以二 本来是3500 明年是9000万日币 所以帮他加薪加了5500万 因为我9000万日币 在日本活动也不低的了 对 不低的了 那当然他也变成是第三个确定的 杨将 第一个Nunets 还有王波龙 再来确定的是比罗 对 好 再来 这个牧村文记 牧村文记的消息 这个有点尴尬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好想怎么想 牧村文记 因为他那时候被交易 今年秋季中被交易来日本火腿 然后我记得没过多久 他就刚好就拿到了国内FA的资格 刚好年次跟什么东西就到了 登陆一军的天数满了 当然这阵子他也是在二军的球场自主训练 被访问到关于你会不会行事FA这件事的时候 他说当然现在都还没有想了 都没有去想 当然接下来要开始好好的想了 如果怎么讲 说正格的 然后他这样说正格 他当然想要去做一个让自己野球人生中 不会后悔的决定 所以他要好好的去想 到底要不要心事FA这件事 我现在不会跟你们讲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尴尬 我觉得他也会想 而且球团也应该有 球团应该会希望他就继续在这边吧 真的吗 他说你确实是这样 我是觉得刚刚就是完全 我不知道要用哪一个方向去想他 你说比如用牧村文记自己的 比如我去揣摩他的心情 他被交易来这里 但是你来了之后 我觉得他一定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个球队并不是真的很需要他 比起佐藤隆士 对 尤其现在换新建都了 新建都很明显的 我觉得年轻的选手机会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 对 要背负的责任在 那牧村文记32了 就是你怎么想 他是不是跟手帕同年 对啊 那时候有 对 手帕有发吗 好像发一只 就跟他同年龄的队友们 还有什么球极量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牧村文记真的有点尴尬 就是你要继续待这个球队 可是你大概也想得到机会也不会很多了 可是你说好我用FA 但因为大家也会想用FA 然后再回去C5 又回去C5 因为这个职机监督跟他也蛮算有那个交情在 也算爱降 而且职机监督不是后来今年许论了吗 对 可是你想当初会被C5交易出来 那表示其实外野的位置 本来也比较就没有他的位置了 就是C5也觉得我可以用不到 可以放了 所以我说很尴尬就是这样 因为你说每一个球队我相信都一样 基本上就是都会遇到 我就是要开始把一些年龄大的选手 开始要做一个交替的时候 我觉得C5一定也是这样 对 他立三桥迟早也是要退休 其实这几年就已经看得到 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外野手都开始出来了 是啊 对啊 那你还有比如说那个河村碎人 你看他如果明年尚恢复了 外野要给他一个位置啊 他有好多啊 河村碎人 是不是河村碎人 还是我记错我名字 糟糕了 洛林月人 洛林月人 河村碎人是罗德的投手 是 对啊 我记错人 都只有最后一个字对 一逼 一逼 一逼听得懂的人就有 可能也有点年纪哦 一逼 洛林月人 好好跟着 洛林月人 对他伤后回来的话 你为西武的外野是要给他一个位置 对啊 所以你说他再回去西武 他来之前 其实今年这西武 已经就比较没有出场机会了啊 所以刚好 那个火腿需要吗 才把他交易过来 对 两队中间怎么谈 然后确定其中一个人选是 河村文集这档 我们就不知道 只是 我一开始就说很尴尬 就是到底要不要用 因为你用了之后 其实 你扣掉火腿 扣掉西武 其他十对 我也不太觉得有谁会挖去 会要牵他 所以真的很干 他到底要不要用 我觉得真的很干 就可能有点真的像他讲的一样 他真的得好好想 留在这里 你大概也猜得到 留在这里 你大概也猜得到 大概就是这样了 可是回去老冬家 你应该也知道 你今年在老冬家 本来的出赛情况 就也是这样了 所以有点难 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 就像我讲尴尬 然后再来下一个 跟伊藤大海有关的 伊藤大海 他计划恢复他的YouTuber身份 有图博 对哦 因为当初进职棒前 他是有开他自己的YouTube频道的 都会PO一些他在训练上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而且今年我记得好像好几个 被日本火腿选的选手里面 我记得打笑态有吧 有人提到 判流是不是有 不止打笑态 还有别的也提到说 他没有看过伊藤大海 对蠻多现在年纪 今年在职棒 选就会被选的这些小朋友 他们都有说过 他们都有去看过 伊藤大海的YouTube频道的影片 一些训练上的东西 来当做自己的参考 就是会去学 会去看他的影片学 但是因为他 伊藤大海打职棒之后 他就几乎都没有再更新了 因为比较麻麻 打职棒的尤其第一年 他上一次更新 已经是去年8月的事 2020年8月的事 已经超过一年都没有更新影片 因为Big Boss来了 他在记者会有讲 他现在就是一个SNS很重要的时代 他也希望大家积极的来做这些东西 所以伊藤大海有在想 他是不是也可以开始 尤其刚好现在修赛季 是不是也开始可以再拍一些影片 再把它放在他自己的频道上 当然他会跟球团讨论 有时候做这些东西 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或许可能场地可能要借用球团的 比如室内练习场是什么 总是要打个招呼 要跟人家讲一下 要跟球团报备一下 可以拍到怎样的范围 对 对 怎样的内容 比如说我觉得如果其实可以的话 不会影响到他准备的话 其实拍到春讯也是可以 对 也可以这样子 但怎样的量 怎样的内容可以公开到什么程度 对 球团希望你可以讲的 或球团甚至他觉得 哪里不要讲好了 总要讨论一下 或是哪里可以多讲一点 之类的 对 所以讲白点就是先打个招呼 不是说自己想掰就掰 我要PO就PO 不管了 不能跟B-BOSS一样这么随性 你得顾虑球团 而且某个程度上B-BOSS 应该是球团最上层开绿灯 对 那都可以了 所以他PO了 不管你 好 预计啦 预计今年休赛季的时候 应该会 应该会有新的更新的影片 再PO上去 他自己是这样讲的 然后另外的话 也跟他有关的 大概都是在 也是13 14号 我就一并讲好了 跟Edan大概有关的 因为我记得他是在13号的时候 还是12号晚上 他在他自己的IGPO了一个 就是大家知道他现在头发 哇 越留越长 哇 越留越性格 甚至那时候有时候绑起来 那时候在国家代表队的时候 还PO了 有人有那个摄影记者PO一张 他刚好把头发绑起来的照片 好像照起来 他说哇 真的很像傻姆赖 很像日本的那个武士 哇 越留越长 他也没有要剪的感觉 他就这样啊 一直留 然后就PO在IG 意思是说 一年也这样过去了 虽然有想要剪 可是又觉得 有点舍不得 我好听你剪那种感觉 对对对 剪了之后又有点舍不得 这样 都留长了 对 他就PO POIG说 还是干脆明年也继续留好了 没想到这一PO Big Boss看到了 Big Boss就在他的IG 回了 先截土 对 截了他的土 然后在自己的IG 回伊藤大海 意思是说 大欢迎 好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留 就是比如说那种 那怎么讲 你要把你自己弄得很有型 有个性 有个性 衣服 对 或甚至你愿意说一些话 就是 像类似Big Boss会讲的这种话 只要你愿意讲 在范围内他都欢迎 只是头发太乱的 发质不好的 看起来也不好的 然后牙齿不好的 然后汗错味的 或是穿衣服白白 那种穿衣服不流行 很老土的那种的 这种的他就 比较不想要用 希望每一个选手 都可以把自己的 就像前面判流 体型不好 对 体型不好 身形不好 这个等一下有的讲了 他说只要你 把你整个型都顾好 你要怎么样他都 监督都OK 没想到监督就这样毁了 那一人他也知道了 他应该也是日本记者 就去访问他 他一直说其实他一直都还蛮注重 自己这些 比如说身体保养 还是跟头发有关的 比如说他洗澡的习惯 他洗脸一定是最后洗 那因为他觉得洗 最后洗脸的话 洗完了之后 脸还有滋润的感觉 大概这种感觉 去睡觉 他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而且他洗完澡 他还会敷面膜 涂化妆水 涂乳液 这种他都会 都去做皮肤的保养 这是他每天晚上一定要的 routine 一定都要做的事 已经到routine的程度 就是每天都要做 而且他有发现 他每天敷面膜之后 他觉得他的青春痘 变少了 等于皮肤变好了 对不对 皮肤变好的感觉 另外还有讲到头发 他说其实因为他的头发 是自然卷 他说会不会自然卷 有的人会看起来 自然卷还留长发 看起来就没有那么 让人家有那种干净的感觉 还是有点这样担心 主要是big boss这样讲的 新装这样讲的 可是他自己 就是像前面一样 保养皮肤都这么周到的 保养头发 当然也没有省 他还特别有用 一些比较专用的洗发精 还有润发乳 还有一些保养头发的 保养的油都没有啥 都有用 另外连吹风机 吹风机也是用市面上流行的 叫dyson的 dyson这个厂牌的吹风机 dyson的吹风机很有名 很有名的 对 我觉得搞不好有些听众 这是在听的朋友 应该有在用也说不定 其实大家蛮喜欢dyson的 蛮多的吧 dyson的家电 dyson的吹风机之类的 dyson的吹风机 现在是流行他的 对 他那个小小支的 对不对 中间是空的的 那一个 之前有一阵子流行 是Panasonic的 他说他那一支吹出来 可以有什么 我忘了 那叫什么 喔 那什么 那个吹出来 有一个养分就对了 对 有 不过 我说实话我不太懂 对 有一阵子有流行那一支 我觉得我应该我应该就是那个会因为 dy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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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dyson这支也很流行 也流行一阵子了 对 那 因为他这个就是他那个怎么讲 特殊的那个风会出人的方法 跟他那个 那叫什么 循环扇一样 对 这是流行的 伊藤大海也是有在跟的 好不好 Big Boss不用太担心 伊藤大海应该是合格 而且我觉得敢留那种常用法 其实应该就是蛮会打理自己的 对啊 对啊 而且你有时候看那些场边记者照的照片 就觉得 怎么讲 他还蛮 我的感觉 我的感觉 我自己感觉 蛮自恋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不是不觉他就去摸一下他那些头发啊 什么的啊 什么那种 他常常会被摄影机的照到 你就觉得 喔 这个一看就知道有在顾的 会顾这些头发 会弄这些东西 嗯 不是那种 比较不修蝙蝠啊 反正我就留 啊 反正不管 我就留场 没有 他留场之后 他是有在顾这些 其他这些跟头发啊 有关的 他不会让他乱在那里 虽然看起来乱啊 因为自然卷可能是这样的关系 乱中有序啊 就是卷法 对对对 他对他这些发型什么的 他应该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好 再来 下一个 这个杰出校友 过去的节目也 有一阵子蛮常提到他的 中春盛 马来台现在 蛮早就回日本了 我记得很早就 那边的球迹就结束了嘛 球迹结束就回来了吧 对 就那时候他还跑去看那个 栽田佑树在俄军的最后一战 引退战 不是引退战 最后一次投球 对对对 在俄军的 蛮早就回日本了 然后在上个礼拜 墨西哥联盟宣布 中春盛得到了他们今年的最佳投手奖 投手MVP的意思 也隔太久了 隔太久了 对 但可能季后赛吧 我不知道 那他在今年 这个主要投9场比赛 然后登板9次 拿下8胜 0败 防疫率3.2 我还是觉得这数字真的很厉害 9场那就拿8胜 对啊 那你看看 这样子的投手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回到日本职棒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因为我会觉得 可能大部分的全会看 因为毕竟你是墨西哥联盟 就是参考的价值可能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高 还有一点是 这个墨西哥的联赛比较短一点 对你要拉到像日本这样子 从3月打到10月又不一样 因为我有看 因为他那个影片 应该也是墨西哥联盟 那边帮他剪出来的 就是他今年的有一些投球的影片 其实有大概好几球 他那个球一投出去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那已经溜球了 不要投直球了 投出去其实就溜球了 脱手了 但是球很高 球偏高 但是打者更猛 打者照辉 然后回报镀空被删针 其实那边的打者 可能选球上真的比较 比较随性一点 比较不会那么挑 那可能这个参考价值上也会有一些 带上去的地方 因为毕竟空球 那个如果在日本的打者 那绝对骗不到他们的 因为一出水我知道是坏球了 虽然是直球 但是太高了 可能那边的打者 我看到至少三四个都照辉 但是辉不到 可能对日本这边来讲 参考价值会稍微低一点 因为那太明显了 控球还是没有到 有时候还是会这样突然飘掉 好 再来下一个 上原建台 今天晚上最新的录音的这一天 很突然 你不能讲很突然 因为栗山监督2018吧 因为他那一年交流战 靠了一支全队岛 那时候之后栗山监督就有跟他提 你有没有考虑 简称就是二刀流 详细一点讲就是同时当投手 又同时当打者 等一下就会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要故意这样拆开来讲 上原建台的新闻是今天 他正式的让大家知道 他明年球季开始要挑战投手 也挑战打击 尤其在今天练习的时候 他早上他的menu都是比较投手这边的 下午之后他就参加这些野手这边的 打击方面的练习 也有一些影片在网路上都有出来了 主要这一次会这样做决定的起因是 倒夜赌记GN 倒夜赌记GN从修训第一天就跟着大家来 他一直待到了11月11号之后就回去了 最多到11号 在大概11号左右的这个时候 倒夜赌记GN正式跟上原建台聊了这个东西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同时来当投手 也同时当打者 那时候上原建台听到这个GN来的建议之后 他其实没有马上决定 他说他又想了大概两天 想了两天 对于GN的提案 他后来想一想 能被大家 尤其这些长官们提这样子的案子的选手 也没有那么多 也不是说 从上算一种肯定 对 你有机会往这里 对 要不要试试看这样 所以他想了两天左右 他决定 好 他明天就要来挑战 当然他自己有讲 他说 他自己的心情是 不太希望被拿来跟大谷相比比较 因为讲到226 大家一定就讲大谷 你是不是也要像大谷一样这样 他说他不想要被拿来跟大谷相比比 他说因为我就是我 我是我 他对他自己的比如背力还有速度 做过去也有看过这些新闻 他其实跑起来也蛮快的 虽然身高190有 但是速度也蛮快的 他觉得Big Boss应该也会蛮喜欢这样类型的选手 有速度有倍力 对 所以他自己是这样子在想 所以他想要挑战 为什么我会刚要这样子讲 我真的觉得 当然因为大家媒体 连续媒体就这样写 二刀流 可是大家我觉得一定要认清楚 他的二刀流 我觉得一定不会是跟大谷相比 一样的那个方法 因为大谷相比大家知道他是同时投手又同时打击 比如说第三件路也曾经做过 对不对 他先发的时候对软游一场在软赢 礼拜天的比赛 第一棒投手 或是也有过第四棒投手 我记得 但是我觉得上员的类型一定不是这个型 对 就像他自己讲的 他自己会最后决定要做这样子的挑战是 他也觉得因为他自己年龄也有了 大概到27了 明年就就28了 那球团这样子跟他提这样的案子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暗示自己 你最后的机会差不多也要来了 你如果单单只当投手 可能机会也就越来越少 那有没有考虑让自己的直半生涯再 如果能再延长一点 拉长一点 对 那他自己也有想到 比如说今年游记有一阵子是 没有办法投球受伤 那他觉得如果我受伤的情况 我可以用野手的身份出场的话 对自己来讲 在不影响受伤的状况下 如果那个受伤可以用野手身份出场 还是可以增加出场 应该讲他这个伤可能对野手来讲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他没有讲是什么伤 但应该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伤 虽然没办法当投手 没有办法投球 可是对野手来讲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以正常出场的那种伤 如果他可以用野手的身份 比如去打击 代打也好 DH也好 甚至让他去守备 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 多一些能够出场比赛的机会 所以他想了很久 决定要接受 倒月赌机GM的建议 他自己的说明大概是这样 我的感觉就大概这种情况 不会是像大鼓小鼻 第一棒先发投手又打第几棒之类的 应该不会是这样 应该就是他如果不当投手的时候 可能可以让他去当野手或是代打 分开来 他的投手跟他的打击 或当野手的时候是分开来的感觉 一码归一码的那种感觉 我的感觉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像他自己讲的 他自己也感受到了 这个last door chance快要到了 一般球团会开始有这种建议 基本上都是有点在暗示你 你原来那条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就是你可能要准备 别的路或者说多一点 对有没有考虑让你自己多一点出赛机会 可是这正常来讲都不太是好的现象 如果顺的话你就是这个位置一直当 你就好 你坐好这个位置就好 你也不会有人说要来建议你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什么 要不要试试看什么 一般会来建议你要不要试试看什么 我自己觉得都有一点点警讯的味道在了 是的 好 这个以上就是这一周的新闻 这周新闻 接下来新单元 新单元 各位新单元 It's Big Boss Time 接下来这一趴 所以以后会专门立一个单元叫 It's Big Boss Time Yes 要你们全部都B Boss的东西 对 就是他过去一周他干了什么好事 或者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感觉都在特别的单元小单元里面跟大家分享 好第一次的B Boss Time 11月8号就从他这三天 然后11月8号9号10号13天 他去国头村视察 从这里开始讲 好了好不好 11月8号他做了什么 就前面有提到第一件事情 一大早练完球没多久 开始练球了 开始练球没多久 他就弄了一台面包车进来 爬到屋顶上 对 自己还自己爬 他第一次来真的自己爬 然后他那天又穿那个吗 旁边又有点紧张 他那天又穿那个红色的吗 早上要穿红色的运动套装 那个妹包车白色的 超鲜艳 对啊 然后他就吓到 我觉得他一定有吓到 哇靠 监督要自己爬上去了 不是说叫一个上去就好了 他自己要爬 咬一些恶军的那种 他要干嘛 他就吓得 第一天来 第一次见面就用这么猛的 那当然主要就是前面也有提的 他要借由这些爬上去 抓出这个高度 然后自己手拿一根棍子 对你们的传球 高度就是不能超过 这么高 但是传又要传的 有力道 不能传软软的 又要有力道 球又不要高 他等于去设了一个 让大家心里面 有一个基准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 你要去做这样子的方法 就是让大家知道 你的球的高度 不要超过那么高 一定还有别的方法 你不需要很特别的 去绕一台车来 然后自己爬上车顶 有点太夸张了 可是我觉得他有点半故意的 就是因为我这样子做 大家那个记忆就很深刻 比如我只是 简单的叫人家拉一条线 或是找两根 你可能当天会记得你过几天 以后你再的时候就忘了 过练习的时候就忘了 我绕一台车 我还爬上去 叫人家拿 或是接下来真的 真的开始试的时候 我叫一个人拿 大家那个印象就很深刻了 我觉得他有点霸条纲 有点半故意要弄这样子 另外还有这一天 在练习跑壘的时候 他今天我来弄一个新的 我们来玩跑壘接力大赛 他就叫工作人员弄了两支接力棒 一队七个人 总共14个人 野手分两边 七个人一队分两队 然后这样跑壘训练 事前他就跟球团人员讲了 请你们去想 因为我要发给赢的那一队 那七个人礼物 他就叫STARF去准备 后来就开始跑跑跑跑 最后赢的这一边是 古川 上野 渡边亮 俊拓野 片岗 然后田工 梅林 梅林优贵 他们这一组赢了 三个捕手 因为我有看到那天是 因为另外一组还有什么 青工 野村 好像是野村交棒给谁 不是谁叫他干嘛 青工 好像要掉还是钻底一下 对 掉棒了 掉棒了 所以就输了 你输了就追不到 而且那边有青工 感觉有青工那一组 就会很影响 有青工就比较危险 书面比较大 结果这边这七个赢了 晚上的时候 他们有PO了一个照片 每人手上都得到了一台 这个Massage按摩机 然后价值超过6000元日币 这样 不错的奖赏 不错的奖赏 而且很实用 就是大家练了一天很累 回饭店的时候 可以拿按摩机赶快按摩 这样 但因为有一些日本媒体 我觉得好像是 背来到电视台那边的 因为大家的疑问就是 他们去哪弄来的 他们在国头村 大家知道有去过国头村的 全女朋友 那你钱不着寸 货不着点 你光开到名户 也要开40分钟要吧 对 我觉得他是去名户买的 但是你名户有哪里 可以让你弄七台 价值超过6000元的Massage 因为超过6000元的 应该不差吧 对啊 就是名户居然有 有啦 但有地方卖 应该有啦 就是靠那个大条的路的那边 有的路边有 我记得有大卖场那种的 那里应该 对对对 名户有一间医用嘛 那里应该有得卖 再没有就要再往下了 对 再没有又要再往更 大概要到outlet 就是也是 好像也是医用新开的 对不对 我们有去那里吃过东西 不然可能就要再往 比如美国村那种感觉了 比较会有了 可是 有啦 应该我觉得也是在名户买的 但是也要刚好人家 那个库存量 刚好有至少有7台 对 超棒一人一台 我觉得有可能 他跑了两家或三家 对 这有可能 对对对 这个应该真的有 弄到工作人员 对啊 这staff也蛮个突然 别的博士突然出这一题 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去跑 是谁开车去买 因为晚上才发嘛 有可能的确跑了一小段 对啊 就是结果出来了 有没有 然后就赶快开车去买 开始出发去买 因为监督已经有这样讲了 我要给赢的这一对礼物 工程员知道 赶快开车去买 那很妙啊 第一天就弄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还有 触级练习的时候 他看到他在练触级 他就在旁边练 再快点 因为用发球机发的 再调快一点 直接调到最快 能多快就直接把他调到最快 后来他自己走到那机器旁边 他自己调 他调一调 因为盗掖也在旁边看 他说可以这个速度不错 因为他前面发了几球 等于没有点 直接让球喷出去看那个速度 边看就跟盗掖聊天 因为我看电视台是有拍 他们好像是在座位洗拍吧 因为好像不能下去 所以他们在座位洗拍 拉近去看他 也不知道他在 因为有点远 他有点像是 他好像有点头 那种感觉 对 这个速度好 对 那种感觉 然后他边调的时候 边跟盗掖聊了几句 他说我现役时期的时候 其实我还对这个触级还蛮会的 你怎么样 你当选手的时候 你触级好不好 这样 跟盗掖聊天 我觉得这没问题 因为他在国家对我触级过 Yes 对 大家有记得的就知道 老爷触级应该也是还不错的 那第一天总结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蛮 因为就是怎么讲 你看他一整个白天下来 比如早上穿红色 下午又给你换一个黑色 对不对 然后又弄一台车面包车进来 什么什么的 好像感觉好像出讨很多这样 对不对 有的没的idea很多 可是他 而且 然后你先 你先 而且他穿黑色那件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 因为大家不是会一直问 对 那他就直接说 好像我换衣服可以成为话题 所以我换了一下 他说什么 他这次带了六七套来 对啊 大家说六七套来三天 差不多一天就是要两套的意思 大家都在期待了 大家都在期待的就好玩 又不一样 他的六七套应该是指所有了 不是只有运动服 对 从机场来的 什么第二 像强力带谱的那一套 对不对 就这样讲什么 很多 好 那总结 他第一天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 值得大家思考 他说 所有的练习 都是为了实战而练习的 如果你的练习 只是为了练习 那绝对不行 听得懂的人 如果是选手 然后选手的身边你听得懂 你大概就距离开窗越来越近 我觉得我 虽然说我不是选手 但我好像对这句话 蛮有感觉的 他讲这句话 我会一点 你要再解释 不管你春训 秋训 平常自主训练 你本来就应该要抱持的一个 我这些的练习 都是为了实战而准备的 对啊 我这些练习不是为了 因为今天排练习 好我就去练习 练完了好像就这样过了 我有把菜单消化完 OK 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他觉得应该是 这个不是Retim的例行公司 这个每天做是为了让你比赛的时候 可以做更好 或是做得出来 对而且甚至你在练习的时候 做一些想的时候 你就是要用实战的思考去想 甚至他对这几天打击练习的时候 有没有 因为大家平常 大家看到那个 比如秋训春训打击练习 就是那些大网子推出来摆好 对不对 这个打击头这边保护的摆好 然后跑壘这边保护跑 练习跑壘的人的摆好 哇其他就开始了 可是新装来的时候没有 他不要这样 他通通的人摆好 壘上跑者 比如他这时候要摆一二六人 他就去夹赛这情况 一二六人 现在是一二六人 外野该守的人 他就是站好 那就照打 打一头打 对头 打一头头 练习打击的这个人打 打出去的球 壘上的人就要去思考 那我要怎么跑壘 他就直接这样子在乱 就是很像在实战的 虽然是练习没有做 可是那个所有的做法 思维 打出去的球要怎么处理 手配的人要怎么传回来 他通通都是跟实战一模一样 他要大家这样 可是现在那个时间是 打击练习时间 他想的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所有的练习 都是为了实战在准备的 所以你练习的时候 就要像在实战一样 你不要只是练习 好 那现在是打击练习 OK我就去打 哇练了300球 好结束 我觉得还有一点这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他这句话不只是跟 邱逊那些成员讲 我觉得还是有那些在二军留下自主 一年一军那些比较累的 这句话我记得 因为其实今年 因为他们不在 今年满多年轻选手被人家玩的 对 手背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你手背 其实他们认真讲 其实职棒选手练球都很认真 练球都很认真 练习都很认真 但是你练的是不是 真的是实战的东西 这又是一回事 如果真的是实战的话 那你 其实你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是有 你必须先模拟好 我现在是什么状况 也要我要做这些 也要我该怎么做 对 那蛮 我觉得今年 虽然我们没有那么 今年春学没有看 但我觉得大家都看说 就是今年就是 有些场面或有些状况 就被人家 怎么讲 就被人家就有点像是 被玩的 被牵着鼻子走 对 好 再来隔了一天 11月9号 这一天 新闻大家就一定比较知道了 跟轻功性太郎有关的 有一个场面就是 轻功性太郎那一天 练习完他的打击之后 Big Boss就跟他招招手 来来来 来这边来这边 那一开始跟他讲了很多话 感觉像在指导他的打击动作 什么什么的 但是后来听了之后 开始有点像在对话 突然有一个动作就是 他好像出手去捏了轻功 大概左侧边的小肥肉那里 腰部 小肥肉附近那种感觉 捏他那个肥肉 对对对 就是侧腹部 侧腹部 侧腹部 后来新庄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自己讲 那时候他跟轻功讲了什么 他说是不是有没有感觉你自己有一点胖 有没有有一点胖 轻功就回答说 因为我很怕变瘦之后 我打击击的球就比较不会飞了 他有点担心这样 轻功就跟他说 可是你现在这样子 我的感觉你球也没有比较会飞 马上被逼迫吐槽 他说我反而觉得你以前那样子球比较会飞 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 新庄有说他听过有人跟他说这样 然后就是轻功的食量还蛮大的 比如说有一次在从东京移动到缩折 就祈育线 其实也没有很远 东京到祈育级不算在远 一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多应该就到了 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他说在这路上他就吃了七个便当 平均一个吃不到十分钟的 对很强 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看到这一行字 我想到的画面是什么 这就被小孩子影响了 鬼灭之刃 无限列这边 那个谁 炼狱姓壽郎 炎柱是不是 对炎柱坐在我身上 吃完一个 又吃完一个 我想那种感觉 从东京到索泽就吃七个 要吃得快 对啊 这个大爷都七个也没有办法停 都不停的 这样继续吃 然后他说 这个 那个什么 新庄他就说 吃七个是真的有点多 有点多 他希望吃三个就好了 不是说不让 吃三个就好了 后来也有讲说 就是新庄也跟媒体说 他说请大家帮忙给他一点压力 比如说以后看到清空的时候 就问问他 最近有比较瘦吗 或是你现在看起来比较好看 因为就刚刚 鼓励他 对鼓励他 提醒他那种感觉 有没有比较瘦 当然新庄也有跟他讲说 有没有考虑比较瘦一点 瘦一点的话 比较帅 看起来比较帅 也会更受欢迎 对啊 有没有考虑这样子 但新庄一定有时候 有就可以啦 这样就是一定 不会说不要 但后来新庄跟媒体 再继续聊这一块的时候 他有说 其实对人而言 对人而言 要决定减肥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 就是 要有点像在锻炼自己的 那个毅力的感觉 我觉得是有 那其实 新庄我相信他心里很清楚 这个其实已经跟比较 怎么讲 跟心理层面那边有关了 对 如果情供真的痛定是痛 我要减肥 我要像Big Boss讲的一样 Big Boss建议我变瘦 球一样会更飞 我球一样也很会飞 不会比现在不好 甚至也可以变帅 变得受欢迎 什么什么的 唯一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只是因为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想到我后来回去找 让我找到了 2021年 今年3月14号 这个朝日电视台 他们每个礼拜天 超晚的 那个台湾时间 有时候都快一点 来开始播 台湾时间快一点 日本得快两点了 对 他一个节目名声叫做 Gate Sports GET 然后Sports 这样 以前 对 以前第三监督 对 那个南园 青龙 南园什么 就是那叫什么 他们以前那叫什么 黑色手帕 黑色 黑色手帕 黑色手帕 我忘了 黑色饼干 我怎么牵到手帕 差不多 黑色饼干 对 就是以前那个什么 徐若轩 跟 主持黑色饼干 对 其中一个 小南 公小南 大家一定比较知道 小南 对 他以前 第三监督以前也有组织过这个节目 他也是里面会出现的任务 里面有一集 因为栗三以前也在这个节目服务过 所以几乎每一年球季结束 他们都会瞧一个时间 等于栗三再回去上 让小南去访问他 那个超长的 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印象的一段 我去找出来 那个时候他们聊聊聊聊 要轻功 所以小南就问了栗三监督说 你感觉轻功这个选手怎么样 栗三监督就说 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小朋友 很单纯的人 只是很顽固 很顽固的地方也有 单纯但是却有地方很顽固 对很顽固 顽固 或许大家会觉得好像形容老 老口口老头这样 就是很固执的地方也有 比如说像打击方面的话 你可能给他一些建议 给他一些建议 他可能表面会跟你说 好 我知道 但是他后来做的是 自己做自己的 对 他还是继续做 他心里想的那样 他虽然跟你讲 好 我知道 可是他做的还是 他心里想的那样 这可能跟你给他的建议 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就记忆超深的 我觉得这很可能也就是 但前面几年轻功有受伤 这是没有错 有受伤 你本来就很难有什么好表现 但是你再延续到后面这几年 等于也四年过去了 对不对 今年第四年了 可能这个点也是他到底有没有办法 而且我觉得 往前进 今年 去年就有一点 今年我觉得蛮明显 因为他原本是想要用一个打法 就他打打变回自己的打法 又回去了 对啊 又回去原来 我觉得这一段很明显 就是你其实一开始教练团 或是这些教练团跟你讲 对 怎么样建议比较好 要不要试试看 对 好 是的 可是你试一试又跑回变回自己 然后你的二军又变回自己的方法 对 那你去二军 好像就是说 因为我想要赶快打出来打 我常打 可是重点并不是 你在二军就算讲白点 你就算二军打击打得不好好了 只要你那个打法固定下来 就是有机会上一军了 说白一点 但是就是没那么顺 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方法 感觉行不太通 就像你看新庄跟他才提一下 也没有觉得你自己有点胖 可是他就会 但是我很怕瘦变瘦 对 就是他头脑就是想的就是这样 他想的就是我要有一点肉或是什么的 我才有办法打远 他觉得瘦可能就少了那个power就打不远 但是我看到后来就因为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 你知道 大家都在写 日本媒体也写到爆 然后直接叫人家要减肥 直接叫他瘦 你要给我瘦 给他下指令 全国媒体都知道这件事 对 全国都知道清空胖胖的 被人家直接点名 你就是胖胖的 你要变瘦 因为我看到一个 比过认证胖子 对 比过认证胖子 我看一个 他说比如说 大家都喜欢拿来跟那个村上中龙比 因为村上中龙行 也不是瘦的 但是我忘了哪一个人说的 他说其实清空你仔细去 如果你有办法就近看 或是甚至你有办法去碰到的话 清空的肉比较都还是 就是 肉 对 就就是肉 因为我认真讲 村上 对 他来台湾东盟的时候 还有一点点婴儿肥 不是婴儿 就是没有那么扎实 可是 我认真讲 他现在真的是很壮 对 你现在如果有办法摸清空跟摸村上中龙 那个人说村上中龙的 已经大部分都已经变肌肉了 而且那个是形看得出来 其实他今年欧望什么 大家看比赛转播 其实看得出来 对啊 所以这个就 他那个是有结实的肌肉感 对有结实的 但清空大部分都还不是结实的 对 他外面有包 包着 这个其实很明显 对啊 我觉得是蛮明显 没有到需要 比如说很仔细的竞争 我自己看是觉得 我第一个感觉是 因为其实去年 还是去年其实没什么看央年的比赛 但今年就是打众可以看之后 我觉得村上很壮 很精壮 你看看那个 我认真讲 比较没那么多肥肉了 对 对 尤其裤子吧 裤子我觉得多少也看得出来 有瘦的感觉 就是那个大腿的肉的感觉不一样 对 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 如果轻功有什么改变的话 真的看Big Boss给他这个压力 他会不会变了 如果也是不变 我觉得真的有点难了 而且我觉得 新装奖很有说服力 他48岁还是49 但他那个脊子 对他刚才隔一天穿那个腰疏 脊肉 找几个49岁的身形还是那样的 他来说你是不是有点胖 你完全没胖 没办法反驳他 对不起 对 对 我就是胖 对 而且认真讲 他可以讲 我说实话 现在糊涂你能比他重的人 还真的没有很多 找不到几个吧 对啊 所有现役这六十几个选手 他也没几个跟他一样撞了 这样 很夸张的一个监督 然后我觉得这点 这个到底 Kotaro 清宫的这个立生监督曾经提过的 有一点顽固 有一点固执的这个部分到底会不会改进 被放下一点自己的坚持 开始接受别人的意见 愿意自己去长时间的事 不要坐一坐又回去 蹲蹲教会的教授已经离开了 现在要来一点 不同的 试积一点的 对不同的 好 再来 这一天还发生了 比如他招待这个所有的来采访的媒体记者 每一个人 一个三明治 一个饭团 然后饮料 他请这个staff 去准备了80人份 哪有这么多媒体到 对他知道 因为他前一天就有问了 他看到那么多人 他有去问大概来多少人 人家跟他说大概有80个 所以他隔一天要请大家去准备 因为大家知道 怎么讲 我们那时候去 其实真的几乎每天都没吃中餐 对 我们那时候去 大概没有什么时间吃中餐 就都早上吃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一路到 4 5点 5 6点以后 3点 4点以后吧 超过4 5点 有时候都到天外黑了 我们才走 对 要看那天的行程 然后就再去吃 那也不知道叫中餐还是晚餐 对 对 那新庄也知道 这些媒体一定都很辛苦 因为一举一动 大家都在跟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时间吃 郭多春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有点比较 钱不着春会不着店 所以他就直接帮阿达 背了这些东西 你们可以中午肚子饿的时候 直接吃 这很多媒体都 很感谢 就是哇 这么yacish 这么体贴的新监督这样 所以就继续报他的新闻 对就继续报 然后另外 结果再怎么算了 对啊 另外我看看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有一个也是在练球上面 他很不同的 他去视察牛棚 这一天他去视察了牛棚 那他看了看之后 他就突然叫所有的捕手 包括这些牛棚捕手 还是本来你就是捕手 因为大家都要帮忙接 所有的捕手 全部往前一公尺 全部往前蹲一公尺 等于差不多就已经蹲在 本垒的前面 已经超过本垒的前面了 距离缩短了 等于投手投球 这距离缩短了 他说这样子 大家从这样子来试 一来可以让投手比较好投吗 对 因为距离变近了 距离变近比较好投 然后投 他是没有说投几 反正投了一阵子之后 他才让所有的捕手 回到原来的位置 因为他说他以前在我手外野的时候 他自己的image的训练也是这样子的 他说他在手外野的时候 他的想法就是 我投的任何一个球 都是对着中间要cut 中间要转传的野手的路线去投 只是我想的是 我如果可以再用力一点点 或是球拉高一点点 我这样子就变成了 我原来瞄准了那个点的延伸 我的臂力也是这样子慢慢去练出来的 他想的还是 我只要传这样就好了 可是其实他在自己再多做一点延伸 其实就可以直接传本类那种感觉 他相信他把它套在这上面 你一开始脖手不要蹲那么远 蹲近一点 头手开始练头 一来很好投 二来速度会感觉很快 因为现在就到了 又很大声 投的心情就很好 或是距离短 我要控球压低 很好控 又距离短 很好控 自信心可能就会起来了 那练头的起球之后 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个效果就会出来 他觉得是这样 他觉得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很符合他的做法 就是他不会一下子设定太高的目标 然后他其实练习也是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推 进 推进 推 推 然后比如立野和明跟四目年那天 都在牛棚里 他说 这个感觉好像真的有差 他觉得真的有差 就一开始分比较近 然后再拉到原来的距离 他觉得投起来真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然后后来我有看到一个好像是 那个谁 穿上线身 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影片还是哪里讲的 他说这个东西 他那时候去带大联盟的时候 他在大联盟有看过 大联盟有球队是这样的训练的 就一开始偷手 拨手不要蹲那么 就是原来的距离 拨手蹲前面一点 然后再慢慢拉到正常的距离 18.44这样 所以新装也有可能是 我一定看过他以前的大联盟 看过 就觉得这可以 然后跟他自己那个有点像 然后他就学记起来了 大家这样试试看 大家来这样试试看 另外还有看到一些 他在教这些野手 他KJBO 从热身开始 他不要两个人一组 他请三个人一组 然后三个人站一直线 好像打躲避球一样 两边中间这样 然后传传传传传 但是重点在训练在他们这个 接到球的时候要马上拿出来手套 然后传 接到球马上拿出来手套传 他要打力 因为要跟比赛一样 对要跟比赛 大家不要像KJBO 这样一开始就很自然 慢慢的 没有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而且随时都是要做转传的动作 要求所有的野手都这样 然后再来11月10号 第三天 他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 他没有穿的太小趴的衣服 甚至后来还穿上了球团的赞助商 是应该讲赞助商 奥克里的这些内套 他穿上半身一把蓝色的夹克 对 然后后来那一天 他进球场的时候 他什么话也没说 就对着大家比了一个 不要讲话 有啦 他有讲 今天是季后赛 对 他有讲 今天有季后赛 对 所以不要问我问题 因为他已经知道 就是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第一轮已经跟消失 没有啊 也没那么夸 但第一轮真的有一种 没什么存在感的感觉 就因为话题都围绕着他嘛 从他到冲绳 第一天第二天 这些微博的消息都围绕着 所有全国都在报 对 对 你已经站在第一轮 不要再站第二轮了 这个意思 第二轮 大家就好好 就不要 我不会讲 我不会再讲话了 今天我就不讲话了 大家准备就是晚上看 这个CS 这样就好了 对 那个感觉 我觉得他也知道啦 因为我相信 他自己知道 他的使命 绝对不只是要把 日本后队带起来 他知道他的影响力 讲使命有点太那个 他知道他的影响力 绝对有办法 把整个球界 再弄热闹起来 所以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 不应该是他出头的时候 尤其今天有 其他四个球队要比赛 要弄热闹今年的季后赛 日本一都结束 他自然会找 对 再找其他时机 再来让大家 吵乐一下 他说一些话 做一些动作 他其实很懂这个 他不是那种 我就一直出头 一直出头 管你们其他球队 反正我就是 每一个都 不知道是我这样 他也不会到那么 白目那种感觉 另外 还有什么 他还有 叫所有的选手 都有准备 要有复数的手背位置 有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这可行性 不会那么高 因为毕竟 讲隔行路哥 现在有点夸张了 可是毕竟 每个手背位置 还是有每个手背位置 不同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个点 我觉得 其实真正的目的 在后面 你要你讲 还是我讲 你讲 可以讲 就是他其实有个特点 就是基本上 蛮多是外野手到内野 对 或者说 捕手去外野 对 捕手去外野 然后大概就稍微换一下 捕手大部分都去外野 对 内野的就来 是去外野 外野的进内野 大概这种感觉 对啊 我觉得特点重点是 外野进内野这件事 对 像那时候看到没有 那个谁 万波中正在山内 对对对 然后轻功去左外野 五十番再游击 哇靠 接滚的雪也是蛮厉害的 我看那球还蛮顺的 有些是天生 天生就是协调好 对啊 很厉害啊 蛮顺的啊 对啊 那我自己是觉得 他不是会有讲一句话 讲一段话 就是接受房友讲 就是说 你这样子才可以知道 不同的位置 对 是怎么 他的视野 他是怎么在球场去看球 怎么面对来的球 嗯嗯嗯 然后外野才可以知道 内野的那种感觉 捕手才会知道 外野的感觉 那你可以知道 你的队友的感觉 那才有可能做出更好的 对啊 就是有点同理心的感觉啦 对就是 你可能会想说 啊为什么外野传回来 不然好好传 没有 其实有时候 外野有些角度接球 他传球的地方 是没有那么容易传的 嗯 对外野手来讲 他也知道 他去试的山内 比如万波讲的嘛 他也知道 那以后我在外野的时候 我要传什么样的球 山内手才好接 比较好接 对对对对 互相去揣摩对方 觉得是万波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故意的 因为万波通常 现在它蛮常会占右外野的 对啊 右外野要抓的时候是什么 要抓 避免他上三内嘛 机会比较高啊 机会比较高啊 对 那让你知道 三内手看六外野球 大概是什么感觉 嗯嗯嗯嗯 这是他 这是最主要的 想要他们去体会的东西 另外一个 这个心状自己讲的 他说其实他在观察 这一段期间 就大家互相换手背位置 然后练习 他觉得大家很热在其中 笑容也变多了 他很喜欢大家那个时候的样子 看到大家那个样子 他心里很高兴 这个有一点点 就是这三天 他给大家的一个感觉 就是有他在的时候 气氛变好很多 但不是说以前的不好 其实那个感觉大家又更热络了 或者你换的时候可能更有精神 那种感觉 而且认真讲 其实心状做的这些练习 可能丘讯只是试试看 给你心热热身 他接下来可能会搞很多 说实话 其实不轻松 因为你看比如第一个是 助跑 然后投那个有不高 就是比较平角的远投 这其实不好投 然后你传接球是三人一主 然后要练转船那个 然后要快的那个 其实那些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内容 对 有一个媒体 我看到我就把它copy下来 他整理了这三天 这个新装BB 还是新装BB Big Boss 他给他简称到BB Big Boss太长 这叫BB 新装BB的这个改革 这三天的改革 第一个就刚刚浩晓讲的 这个有高度限制的回传球 传球远投 高度要低 不能超过那个高度 但是你传的球又要有强 又要够强 如果传太高 但是你传很强 其实没有意思 他要的大概就是传平平的这样 大约三公尺左右这么高 第二个 刚刚前面也有提 要练触几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速度调到最快 调到快一点 差不多 据这个媒体讲 可能有超过140的速度 直接练这样 可是其实也有道理 那些抖手随便 要投到超过140也很简单 可是你都在练120的 其实真的好像意识也比较没有 你直接把它调到最快 这样 因为新装那时候有讲 慢的球没有意识 因为比赛的时候 球就是这么快 你一直练120几的 130左右的意义不大 第三个 第三个 还有你要外野手 外野手 然后你要回传球的时候 要去计算风的吹的方向 他主要遇到这个 这个case的人是万波 他在打击的时候 他被派 在打击练习的时候 他就被派在手外野 有一球他就回传奔雷 就safe 那时候看到新装 后来跟他讲了 他说这球弹传得很好 没有错 可是如果这个球是在室内球场 一定outdoor 你穿的球 这个球不错outdoor 但是因为在户外球场 户外球场你要考虑风向 你这个球你看 你刚刚传过去 因为有风向的关系 把你那个球稍微吹歪了 所以变safe 那基本上 今年万波是不是有一个 是在地方球还是哪里 就是他那一天 做了有传出一个好的 本类主杀 跟一个船 就是不知道船飞到哪里去的 那个泰国贝里 我记得有一球 是飞到捕手后 很后面那种 船太高了 就是整个飞到高射炮 对太高 对 这些东西 但是整个都是飞起来 但是新装跟他讲的 那个case是这样 就是你遇到 风对你传本类是不利的时候 比如说逆风的时候 那你在外野的时候 请你那一天 你这个球就不要回传本类了 你直接请你传三类 应该讲就是那一分 该给了就算了 因为那天风的影响之下 你要奥斗太难了 你不如去做的是帮助球队 就是后面的失分能够减少 就减少 你把泡车挡在二壘前面 对 不要让他那么再靠近本类了 甚至如果运气好 还可以杀到他在三类前 但是前提应该是豪小刚讲的 能够把他挡在二壘 这样就好了 该给的那一分给没关系 因为风势不利 不利于我们外野手回传去的球 很容易就会被吹歪掉会safe 因为你碰传本类 二壘的很容易就会跑到三类 反正你又多失了一个类包 这是另外一个 还有就是打击的时候 他讲脱力打法 脱力打法就是不要那么全力挥击 比如说他看到他以前在 旧金山巨人队的时候的队友 Berry Bounce Berry Bounce大众 我轰的不得了 轰一年代 轰六七十只 有把我印象里 全力打在大联盟 可是他居然是用980克的棒子而已 其实还好 980不能算轻 但是也不到很重 一定还有选手用的比980更重的 而且他握短棒 他不是握到底的 连Berry Bounce都不是握到底的 他的新装的想法就是这样 他看着Berry Bounce这样用 他甚至我记得那天他有拿一支 那个什么 类似铁锤的东西 他请大家去试 你铁锤如果你握到最后面 你要去敲东西 是不是有时候比较敲不准 你握把握短一点 是不是比较容易敲的准 所以他就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你不一定每次挥棒 你都要握到最底 你有时候握短一点点 是不是比较会更容易 增加你这个急中球星的几率 他请大家这样去想 而且你不用全力挥 你大概就是 有时候六七分七八分这样子挥就好了 我记得Berry Bounce以前是 怎么讲 他的挥棒速度是真的非常快 非常快 但是快不代表用力 快就是把速度加快而已 他真的是 其实说真的 就是真的是很快 你说力 我倒觉得真的还好 他给这些野手们的建议 希望大家接下来可以去试试看 另外还有就是刚提的 请补手往前蹲一公尺 然后请偷手偷球的时候 也不用全力 八成左右就好了 然后其他还有 前面也有提手背位置 互相交换 补手去外野 外野来内野 这样子 大家交换一下 互相去体会队友们的手背位置的感觉 什么什么的这样 请大家要抱着爱情 抱着帮助队友的心情 以后要这样子去传球 这是他这三天 日本媒体帮他整理出来的 就是你会觉得 我是这样看 他那些华丽的那一面之下 他其实做的每一个东西 都有他的论点在 甚至你要讲这些都是很基本 而且很基本 他头脑居然装了一堆这些东西 他每一个东西 他有办法说出一套 他自己的论点 他都我在想 都我在算 都我在考量 只是他做的方式会让你 一开始就这样 但后面你就可以记得了 但因为就是一开始会有点刺到 就是现在要干嘛 你才会记得 还有一个后来 像是最后一天发生的 他好像去跟道月读记讲说 看能不能春训的时候 帮我摆一张板凳在外野 中外野 因为他觉得中外野 才是最容易观察全场每一个选手的动作的位置 其实就有点像捕手的感觉 可是刚好颠倒 刚好颠倒 捕手是看着每一个人的正面 可是你从中外野看回去 除了捕手是正面 其他通通都是背面 可能他也习惯了 因为他都中外野比较多 他习惯用这个视角 去看每一个选手的动作 他很习惯用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他在建议 建议他能不能 因为你像那个什么 袁承德 他每年春训的时候 打击练习 他一定在他本来后面 再摆一个很高很高的板凳 那时候那个叫什么 哈拉涛瓦吧 大家都像他叫圆塔 塔就是那个 那叫什么塔 灯塔的那个塔 因为他那个椅子超高的 专用的 但是他也不会只有一个位置 他一排位置 所以有时候有来宾来 他也会一起来上来坐 坐高高的 坐很高 那高度我看至少也有超过两公尺油 那个铁架的板凳 那一定也是特别去做的 因为他就是他习惯 我从这个高的角度 看我的选手做打击练习 这有点类似这种味道 类似这味道 好 聊完这三天 Big Boss在秋讯的时候搞了什么之后 再来两个好了 也是跟他最近这几天有关的 比如说应该是13号的时候 他在他的推特突然又PO了一个 他说他今天去做了 13号这一天 他说他今天去做的那个埋线拉提 他去做了 那时候右边的脸颊 埋了4条线 左边埋了5条线 大家就吓一跳 你怎么又跑去做美容 又去做医美容 你不是在记者会才说 接下来 我不会去改变我的脸了 我接下来要改变这个球队 结果没想到短短的8天后 8天后你又跑去做白线拉提 他可能很习惯了 因为他想要保持脸没有皱纹的感觉 硬要讲的话 他其实最明显的手术就是眼睛那部分吧 眼睛也有动过 对以前那样有动过 现在没有动 现在比较像保养 而且你要说 因为他后来8日又说什么 后来又说什么 接下来是牙齿 我觉得认真讲 牙齿他以前就弄了 白的要命啊 对 我觉得那个还好 超白 罗兰朵也很喜欢用 对 罗兰朵直接换甲也好 忘了 好像是 可是大家觉得有趣的是 你不是那时候才说 接下来我不会再改我的脸了 我要改变球队 埋线不算是改 对 对算保养 对让我的皮肤比较紧实 看起来比较没有皱纹的感觉 然后另外他就有讲 他希望他当监督之后 就是不管选手或者是教练 大家都可以看起来很帅这样 我要制造一个看起来就很帅的球队 因为以前到月就学他嘛 香水啊 香水 还有个型啊 我觉得都有吧 以前那个时代的选手们 跟过他的选手 就感觉好像这些个性鲜明的选手 好像比较会得到B-BOSS的宠爱 比如刚刚前面有提的 比如发型啊 服装啊 发言啊 你们有自己的个性 他都大欢迎 他都很欢迎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觉得他很清楚 比如你当一个职棒选手 你有时候不能只有球技 球技好 当然是重要没有错 但是你其他部分 你也是希望有一个职业选手的样子 你站出去 大家觉得 哇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你一站出来 哇 这对对对 职棒选手 我那个穿衣服就是不一样 比如说 发型就是不一样 好不会说站出去 比如以前被人家那个嘛 对不对 比如说被偷拍了 还说那个是路人什么 路人甲之类的 就是你完全让 私人男性 对对对 就是这种 他们完全让不出来 上田 就是进自己家的主场 结果被安全人拦下来 对对对 这也有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 你像一个职棒选手 打扮很普通 他可能比较不希望 我的选手或我的教练是这样 大家可以去 打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有个性的东西 都没有关系 他都可以接受 很妙的一个监督 接下来大概真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 他现在是监督 跟他之前是选手 我大概这礼拜 又真的很深刻的体会到 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以前这选手 他再怎么戳 再怎么样 那都是他自己 对 现在监督之后 现在他就是 求罪的脸 对 而且他还会去建议 大家也来这么做 对 要不要这样试试看 大家来这样试试看 他那个影响力 跟他以前在选手的时候 我觉得又完全不同 因为那个新闻写的感觉 也不一样 以前他怎么写 就是他 就是他 对 现在是他去建议谁 他又去建议谁 他又去建议谁 什么什么什么 跟15年前完全不同的东西 虽然新装还是新装 没有错 可是他做的东西不一样 好 这一集的公平性 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但后面 Be Boss Time 应该接下来还会继续下去 应该不会突然就 这个单元又要收起来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而且我反而觉得 这个单元 可以两三年三四年的话 应该蛮有趣的 不知道会累积多少雨露出来 对啊 如果真的有意愿这样 一笔一笔整理的话 很不少 对啊 好 那这一集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拜拜 拜拜